欢迎玫瑰一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完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有两颗沙漠玫瑰的小苗 你们先看看有多大 然后那都是水大了,发软发皱了,看看怎么补救啊 水大你就都给它拔出来,你再重新种回去呗 选择一份略干一点的土 像这种小苗 在不缺水的前提下,千万别淹着它 淹着它就容易溺水而亡了 好吧,臭宝 这种还可以再活的,它的生命力很强 生命力很强 下个臭宝说,金鱼吊蓝最近有部分叶子发黄,是怎么了? 这就是缺肥的一个体现了 缺水和缺肥的一个体现,综合体现 好多的话说,金鱼吊蓝不是说挺耐旱的吗?是挺耐旱的 但是你长时间的缺水,长时间的缺肥 它加上它现在又要开花 所以说呢,它就开始代谢掉一些老的叶片来了 补水补肥了宝贝 下个臭宝说,这个柠檬一个月了也不长 期待回复,谢谢 柠檬呢,现在就是有点姜苗 它姜苗的一个主要原因呢,还是说花有啊 肥力啊 跟咱们的一个 水肥的一个把控 做到一个不是很到位 你看柠檬来说,相对于其他植物来说呢,是较为洗水的,如果说光照很好的话 它不喜欢那种强光的猛晒 就是夏天,夏季高温的那种强光猛晒 你可以适当的折阳,适当的喷闷水啊,补补水啊,这些个 其实这个东西要在 南方种是一点压力没有在,咱们北方呢 它叶子脱落,不光是现在这块脱落,它会脱落个差不多到了秋天左右的时候,全部光开花 开完花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你的那个叶子,它高低就不长,就江苗 好吧,不喜欢强光猛晒,这位花友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半羊的日照就够了,好吧 然后呢,该适当的补肥的要补肥,如果说肥料不够的话呢,它也会掉叶子 好吧 夏季臭宝说,家里的锈球一晚上都蔫了 叶子好像没有啊,这就是缺水啊 你这个缺水缺过了,然后是不是 暴晒了 应该不像是暴晒,就是缺水缺过头了 风抽干了,已经干了,这个花没细了,剪了吧 把这个花剪了,重新养吧 目前也看不出来是啥品种 如果是新老子开花的,今年还能开 剪了吧,把这个残花剪了吧,留着没必要了,就是 风抽干了,已经把它 夏季宝说 番茄叶子黑边了,背面有黑点,一摸就碎了,是晒伤了吗 还是缺水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 大概看了一下,这种就是 有点过头了 缺水,加一个晒伤 还有一点点那种病害的感觉 不过这吃的东西不建议用药啊,适当的施肥就行了 适当的施肥,正常的养护 好吧 不要过分的缺水,因为育苗袋这个东西很容易就缺水了 因为你浇了水以后,容易浇不透 浇水一定要细致一点,给它浇透啊 你这个光照确实很粗,通风也很好 水肥把控到位了就行了,它的抗病能力自然就上来了 吃的东西不建议用药 夏克兽宝说 哎 我这个抗奶芯啊 是不是能活着就不错了 抗奶芯呢在夏季高温的时候会短暂休眠 放到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 光照这一块能强一点就强一点 不能强一点,是以凉快为主 夏季高温的状态不好 不光是它,你像仙客来啊 还有你们养到的牵牛花,它都会出现类似的一个状况 要死不活的 就跟人午睡了一样,其实睡着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二叔来我们家了 躺沙发上睡了 你认为它要不行了,给拉去火化了 不一个道理吗 放到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 然后光照能给足就给足 就让它狗眼残喘的吧 好吧 然后该补点肥料的补点肥料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在开花 好了 值得花一 养花最在意 其他问题呢 视频要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嗨 哈哈